睽違四年被稱為夏季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領軍者年會 再次在大陸的天津登場 大陸總理李強致辭中表示 新冠疫情的阻隔結束了 但現在要變對的是人為阻隔 這些年一些人為製造的無形阻隔大行起到 正在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對抗 除了看似不點名的批評美中脫鉤 對於歐洲國家說要去風險 降低對大陸的經濟依賴 李強的回應也很直接 大家知道現在在西方有些人在炒作所謂的降依賴去風險 我認為在一定程度上看這兩句話去依賴降風險就是一個唯命題 27號上午的這一場會議 正在大陸訪問的越南總理范明正也有出席 前一天他正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李強 一起檢閱的仪仗隊 這是相隔七年再一次有越南總理訪問北京 但就在同一時間 美國海軍雷根號的航空母艦 25號停靠越南的縣港 每月兩國正在慶祝的全面夥伴關係十周年 兩相對比之下有分析認為 越南是要藉由改善於美國和其他周邊國家的安全關係 繼續制衡大陸應對南海爭端 TVBS新聞綜合報導